贺氏和林氏作为秦城两大商业的巨头 日常往来交际肯定是少不了 贺氏的小儿子贺小燕和林氏的女儿林维 更是青梅竹马两小无猜 两家人更是从小就给两人订了娃娃妻 随着两人的长大 转眼间就到了成家的年龄 林维从国外留学回来后 第一件事就是去找贺小燕 没想到看到贺小燕时 她身旁已另有他人 贺小燕的大姑告诉林维 让她不用担心 贺小燕和秦宇月只是合约关系 只是为了小宝的病情 林维知道后便不把秦宇月看在眼里 她认为秦宇月根本不是她的对手 毕竟小茂一般家境一般 自己有着国外留学生的经历 家境还那么优越 怎么看都不是一个水平的人 可是堂堂林氏监机 为什么只对贺小燕感兴趣呢 自己明明可以有更多选择 原来这是林布给自己下的任务 旁边的孩子往往只是一颗棋子 是用来交换利益的筹马 林氏是已经很厉害了 但如果加上贺氏的资产和拔马 那可谓是强强领手 在秦城立于不败之地 可贺小燕全当娃娃秦室妓言 林维他根本不喜欢林维 更别谈结婚 所以他也不把林维放在眼里 林维在外留学时 意外结识了宁放师兄 留学生在国外没有医保 不好买药 宁放师兄刚好是这专业的学生 所以买药相对方便点 因为买药便一来二去熟络了 林放师兄想加林维微微禁 说送药了也方便 林维二维码都亮出来了 一听说林放师兄和自己是老乡 便神色慌张匆匆离去 原来林维患有严重的焦虑症 劣治抗药物来维持自己日常的生活 但知道的人少之又少 林维更不想让自己家人和赫氏家族的人知道 他不想让自己的冰情成为林氏集团的古典 这样自己就更不好加入赫家 如今看着赫乔宴和秦宇月越来越好 林维也是急得不能省 赫氏举办周年庆 林维要过去抢秦宇月风投 赫乔宴加班 秦宇月和小宝过去送换看网 林维要过去凑热闹 小宝需向举办亲子职活动 林维要去见殷勤 和每一件事都没有换来赫乔宴对她的好感 林维的焦虑症不发了 林维选择了了结自己的生命 幸好林家保姆及时搬件 把她送往医院 说后秦宇月去医院探望林维 林维忘了使秦宇月和赫小燕感情破裂 对秦宇月说出了小宝的亲生父亲 然是贺乎 秦宇月警调下巴 好了 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的朋友点赞加关注 每天都可更新赫先生的恋恋不忘的故事 让我们下期再见